吸管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无论是在咖啡店 又或是快餐店 或是各式各样的饮料店 随处可见 但你可否想过在一天当中 究竟会使用到多少根的吸管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坏的想法 我为了什么 500元 所以我知道那是很多 为了响应环保 新加坡84家肯德基连锁店 已经在本月20号开始 暂停供应塑料盖和吸管 另外英国爱尔兰超过 1300家的麦当劳快餐厅 也会在今年9月开始 停用塑料吸管 在马来西亚 槟城州政府也有意仿效 这样的做法 禁止供应一次性塑料吸管 虽然目前还处于建议阶段 但槟城首长曹文佑 星期日已经对此亮绿灯 表示 Just do it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 都有网民好奇地问 没有吸管的话 该怎么喝饮料呢 还有受访民众这么说 不过也有很多受访者 非常支持执行这项措施 我支持他 我支持他 这样好吗 环保吗 不好啊 你这样好吗 一定好的嘛 你看满街都是垃圾 我平时 其实也很少喝特地去拿 用说这样子咯 因为每次用了 就一用就丢了 一用就丢了 如果就每一个人就这样用的话 会真的是蛮多垃圾一下啦 那么如果说 真的是要严厉执行的话 我其实我还蛮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今社会 其实我们也是其实 一直在响应环保的动作 比如说垃圾分类啊 从不习惯变成习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改变的啦 人们可以使用这些 现在呢 最多的时间我们去购买 我们拿我们自己的袋子 这只要是因为人们 能够定习惯了 但如果你想要 我认为他们必须付给它啦 如果这部落石 暂停供应塑料吸管措施 对于咖啡店业者 是不是影响最大呢 看咯 政府如果不给的 也是没办法的嘛 我们也是不要用啦 全部都要花时间啦 它要慢慢做 如果他们有很好的理由 做它 公众都会支持它 我们都会支持它 但他们必须找一个选择 在这些年代的使用 要禁止塑料吸管 当然要有替代品 像是玻璃吸管 不锈钢吸管 和纸吸管等等 但业者都对此抱有质疑态度 以前他们有用那个贴管的 贴管的可以回收 可以来洗锅的 也是不会生嘛 他们也是认为 水管怎样去洗里面 用久了也是 里面也是脏脏的嘛 是否还记得令人震惊心痛的 塑料吸管 穿入海龟鼻子的画面呢 塑料吸管对大自然造成的危害 是非常大 抛弃使用塑料吸管的习惯 就从你我开始吧